我们就直接先来看到 这次最新的关于台北市长的民调 真的是三足鼎立 大家差距支持度 当然蒋旺旺28 陈志忠第二名26% 黄珊第三名25% 我老天啊 全部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但是其中看得出来 有个特色就是黄珊珊的部分 它是个瓜分器是不是 它瓜分栏分绿也分中间 小心 各一半 可是各一半抵消掉之后 就等于没有 但是总之呢 这个两个人 或者说三个人 就会被拉得很近 所以大家就看到说 哇 怎么每一个人都这么近 其实我告诉大家 三组人出现的时候 然后其中一组不要太弱 一定就是都会很近 它是一个数学问题 两组人的时候 它的差距一定就会比较远 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 如果我们可以看细节的话 那蒋旺安的民调的体质 其实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个中年人以上的 这个支持者已经很稳固了 然后兰英的支持者 其实对它支持度也很稳固 那它有一个特色是 以国民党人来说 它的中立选民的支持度 是比较高的 因为就他拿到20 陈时中拿到20 黄珊珊拿到26 那有人会说20还不够啊 可是你要想 国民党这样的一个招牌 在中间选民里面 本来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受伤 那蒋旺安能够拿到20 跟陈时中一样 其实是算高的 我相信派出其他人 可能拿不到20 那它现在是缺乏在哪一个部分呢 就是20到39岁的选民 所以接下来他必须要丢出很多的一些政见 政见牛肉的部分是要照顾到比较年轻的 包括可能像是生育啊 然后住的环境啊 然后交通问题啊 这些要拿出很具体的政策牛肉 但是呢只拿出政策是不够的 因为呢 其实大家平常都很忙 不一定会有时间看这些政策嘛 所以社群平台上面你能不能够讲出一些 让大家很吸睛的话 让大家看到让大家记得你 才有可能把他们的支持拉过来 那蒋旺最近像他今天受访的时候 他说林志坚就像是民进党的致辞 这个致辞已经发言了 牙医陈时中你觉得应不应该拔掉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讲对了嘛 就讲到大家都可以听得懂可以理解 像上次陈时中那边吃面的时候 他也说还好桌上没有看到一个红酒杯 所以我觉得他最近的这种在社群平台 我看PTT他一个礼拜被推爆了6篇到7篇 而且最近蛮有战力的 你知道国民党是没有网军这种东西的 所以被推爆6 7篇这真的是自然流 所以我觉得说他现在比较聚焦在说 他就是先对第二名是谁呢 陈时中 陈时中跟蒋万安一人一个版面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让中间的选民 或是他还不确定要选谁的人 那票源流到你的身上 那所以我觉得他的节奏会越打越好 最后我要再讲一个才会可能比我更了解 就是民进党有很多的猪队友 你看颜若芳说什么呢 他说蒋万安就是比较瘦的连胜文 对啊 干嘛突然讲这个啊 他就是要把他打成全贵 你知不知道连胜文比王定宇还瘦 连胜文瘦很多 对 他已经比王定瘦很多 所以你在你有没有关注一下 你的房客这个身材 应该是有吧 我们都注意到你会没注意到 所以他是不是最近收不到房租 还怎么样 就脾气不太好 所以才会去讲出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对于 好 民进党是扣分的 对蒋万安是加分的 因为蒋万安给人的形象 说真的是比较踏实 比较诚实 比较老实 有些人可能会批评他 觉得说你可以再强硬一点 他最近也做到了 但是你要去讲说 他是一个所谓的权贵 我觉得那个形象 跟我们所认识的蒋万 民众所看到的蒋万 真的差很多 所以这种攻击的方式 只会让大家觉得说 又想起你防东防克的故事 想起民进党尖酸 又讨人厌的那一面 不过巧琴 因为刚刚在聊天室里面 很多网友讲 就在林秉书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来宾也说 林秉书一出来 要问我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很刹嘛 尤其称中团队 那听说没关系 你都截图了 当时他算全部三合照 我有好几百张照片在手机 那我们节目一定 每次都要拿不同的嘛 就拿过的 自己去别的节目看 我们今天秀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 是这也是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嘛 吴思瑶他是总干事嘛 对不对 好他跟林秉书是什么关系呢 可以看一下 他会问说 什么时候来探班我 林秉书说一定探班最近就去 我最最喜欢吴思瑶热 思瑶热 然后吴思瑶就拿了一个草莓自拍说 收到甜蜜蜜的滋味 然后呢 林秉书在留言说 思瑶无敌大 冻算冻算 然后吴思瑶再回答说超好吃 我喜欢 意思感觉上就是呢 这个草莓是他送的礼物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民进党为什么林秉书要说 你们之前为什么要跟我装不熟 你看到这个对话 你会觉得他们两个是不熟的吗 这个已经就是 好暧昧 我也觉得有点暧昧 已经有点暧昧 而且还有很多 还有什么喜欢 啾咪 这种东西非常的多 而且林秉书呢 他平常的生活是在做什么 就是在跟一些企业家吃饭 高层 然后呢 这个不断的搭高铁嘛 搭高铁都是搭商务舱 你可以看他都是大商务舱 然后呢 再跟这些这个政治人物 比如说这是罗智政 选前你看2019年12月26号 跑去拜访人家 那我想要问的罗智政 你当时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为什么你在2020年的大选前 要跟丙丙书见面 他有给你政治现金吗 因为他说他都是几十万 几十万的去给嘛 然后为什么他要装作是不熟呢 来看这张照片 他说他受邀晚餐 光对面两位 一位营业额800亿 另外一位250亿 晓得我惶恐 为什么他可以去跟这些企业家吃饭 他不是只是一个普通人吗 跟他吃饭之后 会不会请他们抖内给民进党 再由他去分给他口中所说的这些 跟他现在在装不熟的那些人呢 那他的说法是有可能的 所以民进党这些人要不要出来自侵呢 所以我看到检察官一直告诉我们说 他很穷 我就觉得怎么会呢 他每天都在做什么 都在买表嘛 我找一张 买表 哎呦 劳力士有没有 劳力士这支表 28到31万 这是林秉书吧 这都带在他手上了 能有甲吗 而且他除了这支以外 他还有Omega 还有百灵年啊 就他是一个买表的玩家 然后呢 他天天都在跟人家请客吃饭 他自己说我真的蛮常在寒舍爱美用餐 他还说他一个月会去五次的请客楼 都是请人吃饭 然后也很常在亚都立志做东 你知道这些都是顶级高级的餐 等一下 其实说穿了他应该是个无业游民吧 是哪来这么多钱 谁给他的钱 谁给他的人脉 背后有没有派系在支撑 这些所谓的资源之后 有没有再回去分享给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所以只要他po要吃饭的文章 底下都一堆民进党人来留言说 怎么没约我 所以我就觉得说林秉书 揭开了一个冰山一角 就我们知道民进党家大业大资源多 有很多资源来选举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啊 到底怎么来的呢 林秉书他的脸书 就揭开了一个真面目 原来是用这种方式嘛 背后有派系 自己呢有这个去跟一些 这些企业家交赔之后 然后就他的说法 他是几十万几十万的资助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那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党机器 如此的庞大 选举的资源我坦白讲 陈时中的看好度32%嘛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在台北是打的 竟然是一个不对称的作战 民进党整个陈时中的资源 他们是用蔡英文总统 总统级的规模在打 所以即便大家都觉得 国民党在台北市比较懒 那蒋万安 作战还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因为背后有像很多 林秉书这样的人 所以才能够撑起 包括整个陈时中团队的资源嘛 管碧琳说 管碧琳跟那个 林秉书说什么 他说你学富5G 我临时找不到 因为图太多 但是呢管碧琳跟林秉书说 你真的是学富5G 我难以望其向北 给他这个是多崇高的样子 他非常崇拜他 你看 所以陈时中的竞选团队里面 吴思瑶也好 这个管碧琳也好 范云也好 其实志伟也有 没有把他秀出来而已 然后呢还有陈时中本人 陈时中你应该出来交代清楚 你大年初三的时候 为什么要跟林秉书一起搭高铁 你们两个是偶遇吗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为什么 因为初三大家一般都还跟家人在一起 你们怎么就这么巧一起北上了呢 我都没有遇过陈时中 就他能够遇到 太不简单了 所以陈时中不要再装傻了 你的竞选团队里面一大半 都是林秉书的书游游 你自己也是 应该出来解释清楚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有没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 海皇XO干贝这样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 记得快点购 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